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也跟师父上道歉 然后从今开始会努力的改过 然后想请教师父上人 如何能完全丢弃 所留恋的过去美好 明知道自己应该要丢弃 可是潜意事上 还是无法完全的放下 第二个问题是 我很害怕被在意的人 发现自己的存在 发现自己的存在 所以在许多运作的过程中 无法坦率 想请教师父上人 这个困扰有办法克服吗 感恩师父上人 这两个问题通通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要深入精湛 要深入的去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要深入的去学习去落实 这些问题自自然就会去解套 那因为你们这些问题都是现象层的 比如说你们生命的发展 一直发展到现在叫做结果 那结果从原因来 那你们就要去问自己 对所谓的宇宙人生 对所谓的生命 对于你们从小到大 乃至于你未来不知道 过去不知道 对这些领域 你们去探索多少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没有一种 所谓的气息的话 你的思维概念 你看待人生什么 都一定是一个狭隘的一小段 那你就用这一个狭隘的一小段的 经验值在那边左右 所以你要用里面的经验值 再去解决这一个经验的惨入 那你就是了不可的 懂意思吗 所以要去深入 探讨你面对的宇宙人生真相 这些学问 这些真理的引导 这些真理的存在的一种 背后的一种所谓的理责 那这些你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你花时间了解之余 你还要把你了解的去落实 因为他关系到真理 他就不是一般的时间学问 时间学问你去读一读 看一看 记记就可以了 可是真理你所读到的 你所看到记到的 你不一定能够理解到那个 你记忆中表象的背后的那一个深度 不一定 所以他必须要去落实 所以这个有带你去花点时间 因为前提是在意愿 你有意愿的前提 我讲的那一段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没有意愿的前提 那什么都不行 你去问所有的人 问骗了所有的有经验 甚至问骗了所有有做到的人 来他都帮不了你 因为你就是没有意愿的 懂意思吗 那他有很多的方法 总是以佛家来到处 你就是放下两个字啊 那你刚刚提出来 就是你就是放不下 对不对 那你就放不下这两个啊 一个不愿意啊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你的积极太深啊 所以做不到啊 那其实这种的都还是那个不愿意啊 只是你不愿意去放下的 深浅程度差别而已啊 那我们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去告诉你 那有一种是你不了解 对不对 一个意愿一个明白 对不对 所以刚刚是告诉你 你从明白的角度去 那意愿就不用讲了 你意愿不是谁 跟你讲一讲 你可以意愿 那很多人从不愿意 为什么达到愿意 因为他明白了 所以他愿意了 那你就去多花一点时间明白 这样可以明白吧 好 谢谢师父 好 那我们下班 谢谢